題目要先開啟Default.html 所以務必先新增一個網站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Default.html 直接把它點兩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剛剛有同學變成這樣分割 或者這樣程式碼都不對 請你先切換到設計 將來你慢慢再分割再程式碼 為什麼?因為分割的話就會看到程式碼 如果你剛開始應該是看不懂 不過慢慢的你也要看得懂 看得懂的話變得越來越專業 前面的話這個是前端的設計人員做的 後面如果你是設計師的話 就會切換到程式碼裡面 現在我很多課程都是教程式碼 教人家怎麼寫程式 所以很多同學 大家也不要怕男,男才有價值 就像說那個 我沒有關係 有空可以到我部落格逛逛 慢慢耳濡目染之後就不會很困難 OK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在第一個段落 題目裡面講的 第一個段落插入什麼 logo.gif 那怎麼插入這個圖檔 特別注意這邊有個插入裡面 插入影像有沒有 插入影像 那影像的部分的話 他會問你說你的影像在哪裡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建立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會有一個image image裡面主要就放什麼 放圖檔 所以請你把image打開 那這個題目裡面已經給我們有一個 什麼呢 logo.gif 所以你怎麼樣按一個確定 這個圖檔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邊不要替代文字按確定 這個圖就放進來 這個第一個方法 不過我的習慣不用這樣子 直接logo 按住不要放 拖拉 因為那個adobe的軟體都是可以拖拉的 按確定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拖拉的會比較直覺一點 第一個段落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複製文字檔 文字檔在哪裡 在這裡 點兩下打開來 把它全選 那全選 你在編輯裡面有個全選 有沒有全選 或者按什麼Ctrl-A 那我習慣都是記快速鍵 因為要效率Ctrl-A 然後複製是什麼 Ctrl-C 所以也是要記 如果你用使用電腦 你沒有記的快速鍵 其實會慢很多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是什麼呢 Ctrl-B 就貼上 OK 那就完成了第二個動作了 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設定考生服務網的 這邊簽過好了 以後你們就看題目就好 設定考生服務網的文字格式 然後有這A到D 那這個文字格式 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CSS 那很多工作都需要會CSS 而且這個CSS 就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在網頁上面你要設定很多的CSS 那我怎麼去設定CSS呢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目標是哪一個 這一個 考生服網這幾個字 那我要變成什麼呢 變成它指定的這個什麼 大小16 然後 不 跟著你一樣 應該是大小36個像素 然後顏色 另外 選取區名稱 那我怎麼建立一個CSS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看一下 在你的右手邊 會有一個CSS的樣式 在這裡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你怎麼樣呢 它在旁邊一點點 會有一個 箭頭 開一個新的檔案 按下去 機關在這裡 就會跳出什麼 新增CSS規則 新增CSS規則 那從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題目要什麼呢 要選取器的類別 選取器的類別 什麼呢 類型是類別的 類型是類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選擇類別 因為預設就類別 就不用改 那選取區名稱的話 題目要求我們叫做Web WebTitle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 規則就在 這個文件當中就好 題目沒有要求 就用預設就好 所以 從這個地方點一下 新增 CSS規則 然後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題目有要求 要用幾個 字型大小 字型的大小在哪裡 FoneSize 有沒有看到 FoneSize要36 然後像素的話呢 就是PX就是像素 PT是點 所以PX 顏色的話 在color color要什麼顏色呢 鏡 9900 題目要求是這樣 其實你們可以觀看一下題目 好 有沒有 36 顏色 好了以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呢 再到考生服務網 因為我已經把樣式做好了 那那個樣式在哪裡 其實各位 如果說你將來想要知道更多 請到 程式碼裡面看一下 程式碼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在這邊會有一個CSS的樣式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就這幾行 有沒有看到 StyleType Test 有沒有 文字的CSS 文字的樣式 對不對 然後呢 它裡面的名稱 就是這個 DN WebTitle 然後一個大瓜糊 它的規則就是這兩個 Fone Size 30 36 Color 當然如果說你 比較厲害的人呢 就直接自己key就好 就不要用工具了 做法都一樣 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做的 如果你自己key的出來的話 那就用自己key 不過應該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用這個 要把這一行key出來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它幫你產生在哪裡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這個部分呢 做一個格式設定的話 選它之後有沒有 在哪裡呢 在這個類別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一個東西出現了 WebTitle 出來了 OK 把它點下去 就出來了 WebTitle 這個是Title WebTitle OK 那把這個地方選起來 格式就是36 顏色就是99000 99000就是RGB 三個顏色 兩組兩組 RGB 跟B 那因為R是99 所以是暗紅色 後面G跟B G的話就是什麼 綠色跟藍色沒有 所以會是暗紅色顏色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做一個CSA樣式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等一下請你在這邊 新增什麼 新增 開心檔案 一個開心檔案 OK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第三個項目 再來的話 第四個是設定什麼呢 設定水平線 那設定水平線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幾個動作 在哪裡呢 今天日期 集這個 文字上方 記得是上方 不要是 然後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影像 就是這個影像 line.gif 所以記得就是說 今天日期 所以我們找一下 今天日期在哪裡 今天日期對不對 然後上面要加一個什麼 一個圖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點它有沒有 拖拉過來 今天日期上面 放開 確定 就一條了 OK 那再來哪裡呢 在那個最下面這邊 這個地方 上方對不對 就在這裡 然後也是一樣 拖拉過來 放開 確定 就完成了 我們要的這個 圖檔的設置動作 然後呢 並且在哪裡呢 再來就是 B的部分 在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 文字上方插入水平線 然後水平線有 指定就寬度700 像素 對齊方式要靠左 所以新書登場 跟認證課程 我們來看一下 新書登場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呢 插入 有沒有找到水平線呢 沒有 因為它在HTML裡面的水平線 所以呢 插入水平線 記得 位置就是在這個 插入HTML的水平線 這個功能你要守 不然的話 你找不到水平線在哪裡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請注意看下方 下方會出現一個水平線的屬性 我們寬度要700 像素 對齊方式呢 要靠左 所以這兩個 如果題目有要求 你務必一定要做 如果沒做的話呢 就會沒有分數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一個之後的話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在認證課程上面 插入一個什麼HTML 再做一次 那這邊的話 一樣是700 再來就是 這個 靠左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第四 所以一到四 就完成 那我先把一到四 先完成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就是五到九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